來玩這款遊戲 格林的秘密 那推出有一陣子了 小紅帽 啾 好帥喔 帥爛了 他這個 也太簡短了吧 我以為是全程手動 沒想到是放置掛機 我們可以按大招 就跟無限推關是一樣的吧 使用火流星 使用火流星 放招放招 放三次就行了 這個 斷面 為什麼按你體力它加比較多啊? 偷笑耶啊 奇怪 為什麼按一下變成加40 哪個環節 有問題呢 啊沒有啦是原本體力 它加的數值就比較多了 看錯地方了 這應該是中國開發的吧 這應該好像不是韓國的耶 還沒辦法抽角色啊 你只能先一直打了 羹蟲要151關才行 能有這種 翻譯成叫羹蟲的 這應該不是翻譯啦 就是 中國開發的 獲得新武器了 三代 換了武器 他就真的拿出來 欸真的拿出來耶 好帥喔 開始有變好玩的感覺啦 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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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招全開 所以我還在進行切換 這款玩法就跟那個 忘了名詞了 今年一二月那個說出的 那款還是叫做什麼 惡魔的什麼什麼什麼 跟那款一樣就可以做千萬武器施放技能 體力的鍛鍊次數到達 到達15 接下來繼續推關了 這邊可以開自動了總算 天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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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績 打到成績 這邊先滿有 請在那邊 好 這是第三種職業 拳套 拳手的 來啊 我們看一下拳擊 拳套就這樣 獸王手套 第三招 拳套感覺就還好 先打一打 看第四招好了 獸王現身耶 接下來要擊敗20個敵人 這邊 啊 我想起來啦 尤尾的惡魔殺手對不對 跟那一款玩家有點像 這是 武器技能還可以進行切換 喔 自動的話 看是不是去切換武器型態 啊 給我這個到底能幹嗎 我是不是要等60關才行 不然我看不到後續耶 穿在 欸 第四招耶 想帶我勒 法師喔 我們看一下法師 喔 竖琴 有戲喔 好猛喔 這竖琴也太猛了吧 比起拳道的話而不實 竖琴 就更顯得 閃耀迷人 差不多 哇 你看 好帥喔 這個就是讓你少 少範圍怪用的 太小了啦 這隻 這個武器 太強了 嗯 還是竖琴 用著用著最順野 角色部分 有其他可以選擇嗎 好像沒有耶 啊 有時裝啦 那現在的話 就是只能一直掛著啦 因為 好像也沒法做什麼事嘛 是不是 這樣打到61關要打到多久啊 這邊強化一下吧 欸 而且他都沒有廣告給你看耶 代表說要花錢了啊 要注意了啊 啊 要不要刷首抽呢 絕對不用刷了 因為他幫你綁60關嘛 你才能解鎖商店的情況下 你要打很久了 你看我現在打到現在也才 40關而已啊 好啦 遊戲就玩到這裡吧 我是覺得還不錯啦 那畢竟他有出了一陣子啊 啊 單機單機玩就行了啊 烏克玩玩也ok啊 大家掰掰